丁山里的七人全聚 乌尔武之河 是不是 你是皇上 而挫持吧 只要这些 您是学习的 这个南朝的宣言 具有十种复杂的课题 更有统集团力不实在的主观人员 一般双人落策 往往看不到这个 他们只能对收牢的现象 发出一生中无可奈何的感受 而不能把笔触 踩入到历史事件的深部和关键所在 丁山里则不难 他的一些讽语诗 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就比较深刻 可谓圣人艺术 他的奇缘结句 孟哲 就是这样的作品 现在 我们就来介绍这首诗 原文是这样的 孟哲 孟哲 悲风 冻白茅 楚王葬巨 满城霄 所以这首诗歌舞能多少 修剪公厨 未细雕 诗的曲目孟哲是曲色第一句的首诗诗 製作绝句也可以说是无体 孟哲又称为林孟哲 是当时的一件大的执衣 范围大大包括整个江汉时代 也就是现今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本部 桑园拥有八九元 在春秋战国时代 属于楚国的相依 所以又称为楚哲 孟哲悲风冻白毛 虚的第一句 就给我们周化书这样的历史画面 在空旷的云梦阁中 凄厉的风吹动着一重型的毛鼠 悲风就是凄厉的风 这些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诗 有朝族的诗 高树多悲风 渡辅的诗 乌乎亦歌喜歌亦安 悲风为我从天来 这些诗中所用的悲风 都带有全力的观色彩 表达悲怜废极的心血 白毛就是通常所说的毛草 因为这种彩的花色是由银白色的细状绒毛之外 所以叫做白毛 当年的曲折 每年都要向周天子聚过这种白毛曲折 功量就是绿状绒毛 第一句是起信 起信是我国诗歌传统的表现方法 简单地说 或是由某一事物被联想到其他事物的一种手法 这句诗里的孟泽 白毛 都与古代的楚国有关 故而就允许诗人对楚国往事的人下 然而属于楚国的往事 可说是多如牛毛 选择什么事件入诗呢 诗人紧紧抓住悲风的悲伎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一望无边的荒凉的河区中 满远都是重生着的老死 天空是阴沉沉的 我们也有压抑的感觉 此时一阵虚猛的风袭狼 毛巢在摇曳的飞寒 面对这样的景色 诗人心里不由地涌上一阵 苍然悲哀的形式 这诗人的愚昧不行 多么像一座巨大的飞寒啊 虽然这就引出了第二句 楚王暂尽满城霄 这一句的重点在于一个暂时 蜘蛛王 这里指的是蜘蛛陵王 蜘蛛陵王在这时间 属公元前540年到520年 他是楚国历史上 一段荒陵的果达 其中他特别喜欢 妖身的戏的衣服 因此当时宫中 甚至全国都形成了一种 以妖精纤细为美的风筝 历史上 重新流传着这么一声名谣 蜘蛛好戏妖 宫中多恶心 蜘蛛王暂尽满城霄 就是从蜘蛛好戏妖 宫中多恶心 这一首名谣画出来 但是又并不是只简单的复数用来 而是把宫中引申为满城 把多恶心引申为炸巨 这一顶身 也就更加出现了 蜘蛛王这个摧残少女的罪魂史上 其中的藏俊两个罪 寶寒血味很有分量 凝聚着 诗员对残暴荒民的统治者的 无比分狠 以及对被害不幸的人民的 鲜血风险 开头的这两句 自然也流露了诗员对繁华异世的昂谈 《新日楚宫》《新歌漫年》 《君天梦泽满目荒》 但是更主要的 说明了李商年 与一般习人的不同姿势 他没有只停留在 对富贵无谈 这种历史新智秀像的 一般白色上 而是 像形象地显示出 青山穿地囊 和 诱文鲤语乱 寄人不寄天的深刻道理 然而诗人对问题的认识 并没有大此为止 在他藏起来 楚王浩绪妖的荒谜 放进满城郊的残暴 忽然就不见识 但是 满城郊 是皇帝虚意风鸣 自甘哀饿 我也非常可悲 那些为了使自己的腰 变得纤细 而舍命劫食的人 怎样免不了 要成为饿死鬼 即使是信存下来的 又有几个人 能到皇帝陆权去 献歌献歌 就是能有机会到皇帝身边 献歌献歌 又能歌舞几天呢 想到这里 于是 诗人就在下面两只虚中 把这些意识都要拿出 唯是 未知歌谷 能多少 虚拱功夫 未虚拱 在他看来 正因为 未知歌谷 未知歌谷 能多少 所以 满城郊的 未细郊 都是虚拱功夫 他们不愿吃饭 情愿而恶 都是虚拱 这里 诗人 诗人 与未知 和诗解 相互用 用语 虚拱 虚拱 但语力 难受 否刺 极为绝可 这首小诗 虽然一共只有四句 二十八个字 但是 内涵非常丰盘 由于描写的世界很简直 因此 能引起人们广泛的联想 诗人 虽然 也写了 虎王好戏妖一件事 但是 读者自然会联想到 他的一切荒唐之后 虽然只写了 虎王 葬进满城郊 一种后果 但是 读者自然会想到 他葬送的 绝不仅仅是举个女子 而是敢过的国家 虎林王 占了十二年 曾经 多次 新兵攻他 武国 徐国 宣国 并且 宣败了 全国和残国 如此 好动干戈 连连针法 又 赞送了 多少 无辜的余分 十二 他还建造了 公他玩乐的 章华宫和章华堂 同时 有金人的群工 徐文师 继续记载 楚灵王 乐玄虚 不能庆野 国人 苦意 虽然 司马天 只用了 国人苦意 这么寥寥的设计 原来我们完全可以想着 当时的楚国人民 均受了多么巨大的 苦大和折磨 这种只顾一举之私欲的奢侈而好 又赞送了多少民之民高 等连连针拜 好动干戈也好 伤财劳民 大兴苦目也好 自来 并非楚灵王一人所谓 一切 位置多五 难多少 就不仅仅是 基本靠续妖的公民 而主要的是 基本扶过朝银的 达官权柜 他们 被同楚灵王之所谓 百般承赢 不仅仅是 无缘的 很难受 但有多少东西 又能容华几千呢 其结果 既然是 随着国家的灭亡 和楚王一起 对历史所埋葬 我没说这首诗内涵丰厚 还因为它在当时有那强烈的现实 第三名写这首诗的时间 是唐先生大中暗年 也就是公元八四八年 谭宣宗也有一个恶史 就是喜欢别人对他恶意奉仇 因而就任命了一位 专宿观看皇帝的这形式的残像 此人叫白领忠 是白基义的书国帝国 白领忠只会随身复合 从不捐之身 那时是扭打一块把其朝圣 白领忠以扭打人物终结起了至少冤狱 破海阵敌离打人物 凡是站在他一边的人 都极力提拔升官 许说称三位是 初权不愿 认得虚王 有此常来 书中接盼的号续妖 就更不仅是选择属灵王 而主要是指向当时的 长王朝最高统治员了 同样 为主歌舞能多少 也不仅仅是朝皇为续妖的 楚国宫女和上拍马的楚国玄柜 而主要是警告白领忠只留了 言老之意是说 楚王由于号续妖 竟把自己的国家断送了 那么 喜欢别人阿谀奉行的女唐宣宗 难道不应该以为见解吗 西域零和的楚国宫女 歌舞不动 一心朝好的楚国权贵 荣华西域 那么 取之阿谀奉承的百里忠实的人 你们的好景又能有多谈 这首诗 思想深刻 锋芒热 但是 诗人并没有鞠沉举决 发表红味 可是把深刻的思想 和热力的锋芒 寄托隐藏在这事件的技术和感叹之中 因而 诗篇 含蓄 硬变 每晚不露 十分耐人难为 必须做到了 思想 形象 鲜明的 宣明的政治心象 与含蓄的艺术表现的小妙的 历大询问家人 这个作品 这作品应以 寄托身而措齿晚为上色 无疑 李桑林的孟泽这首诗 是达到了最终性的 刚才介绍的是 李桑林的七年绝剧 孟泽 题目是 寄托身而措齿晚 由刘静生 林志强学导 金风博强